Hello,大家好,我是空喉老师陈温馨,今天是我们的空喉第二讲,关于二、三、四指的演奏手法及发力方向。 上节课我们学过了大指的指尖方向是冲上的,二三四指与之相反,二三四指要时刻保持指尖冲下。 二三四指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呢,要检查七点要求。 第一点,指尖是否时刻冲下。 第二点,二三四指的小关节是否饱满突出。 第三点,手型是否外缘内空。 第四点,手心是否垂直冲下。 第五点,手背、手腕、手臂是否保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,不要扭着弹。 第六点,眼下微微打开。 第七点,手指与琴弦的接触面积是在手指内侧的斜方的三分之一处。 是倾斜的哦,是否看得清楚。 好,下面我们来分别讲一下二三四指的发力方向。 首先,伸出二指,也就是十指,挂在中央C红色琴弦上。 先检查一下,你的指尖是否冲下,手心是否冲下,小关节是否都突出出来。 来,然后再检查一下,你的手腕、小臂是否平行,一下微微打开。 好,弹的时候呢,要记得弹完了以后,这个手指的发力方向是回手心,掉回手心。 那样的音色完全不一样,来,我们一起试一下,第一下弹,第二下,扬腕,扬手臂,第三下回,第四下,上弦。 好,准备,一,二,三,起。 二,三,四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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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请大家弹一个中央C往上的C弹调音阶吧。 二,三,起。 5,2,2,3,4,4,10,2,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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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4,15, thr,15,2,3,15,2,15 二 三 四 二 三 四